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上一期视频 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主题为 2021年你该如何布局 这一期视频 咱们继续这一话题 分析一下 2021年价值股的投资机会在哪 有什么好的投资标的 为什么当前各大投行和机构都认为 2021年将是价值股爆发的一年 听到价值股 可能很多看官就想直接观视频了 不过美头军劝你先别急 我保证我接下来的分析 会颠覆很大一部分人 对于价值股的认知 的确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在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下 以科技股为首的成长股的表现 要远高于传统价值股 在过去十年中 代表整体价值股表现的 Brussell 1000 Value Index 年化收益率只有10% 而代表整体成长股表现的 Russell 1000 Growth Index 年化收益率则高达17% 十年下来成长股的收益超过了价值股 一倍还要多 如果我们把时间缩短 仅看2020年的表现 这个差距则更为明显 价值股的增长只有可怜的2.8% 而成长股的增长则高达38.5% 因此市场上很多人说 价值投资已死 很多信仰价值投资的投资者 多年被市场按在地上摩擦 被教育的已经都不成人样了 也怪不得他们对于价值投资失去信心 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 讨论价值投资已死这个话题了 而且之前的每一次讨论 最终都是以价值股的表现 完胜成长股而收场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 你会发现 与多数人的想象不同 在过去的100年中 价值股的表现是远高于成长股的 如果你在1927年分别投资亿美元 到价值股指数与成长股指数中 那么到2020年的3月时 价值股的价值将达到51514美元 而成长股的价值仅有2922美元 而且之所以有这样反常识的表现 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有什么特殊 在过去的这100年中 有多次成长股的锋芒 短暂地盖过价值股的情况发生 然而最终价值股总能找到办法反超 并且长期取得优势 有人说成长股和价值股的较量 就像龟兔赛跑 成长股就像兔子 虽然跑得快 但是总是跑跑停停 甚至有时还倒退 而价值股就像乌龟 虽然跑速慢 但持续增长 靠富力积累优势 不过这个比喻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价值股偶尔也会跑 而且它一旦跑起来 速度也是惊人的 那么问题来了 价值股什么时候会跑呢 下面两张图为价值股典型的起跑点 左图为04到05年的股市 右图为09年到10年的股市 聪明的看官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价值股一般会在衰退后的经济复苏中突然起跑 速度甚至会超过以跑速渐长的成长股 而我们现在就刚好处在这十年一遇的复苏环境中 那么此次经济复苏中 价值股是否会复制之前几次复苏时的快速成长呢 我们又能期待价值股的股价有怎样的表现呢 要想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了解 为什么说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价值股会迎来爆发 只有当我们清楚了原因 才能真正放心的开始投资价值股 第一个原因是 在经济复苏时 大量的刺激政策会更加利好于价值股 比如上期视频讲过的 拜登的经济刺激方案 更多的是利好在疫情中 受冲击最大的传统行业 如工业、银行业 以及非必须消费品、零售业 这些也是典型的价值股所在的行业 第二 在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困难时 很多公司为了保证合理的运营和相对稳定的盈利 一方面他们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动用更高的杠杆 也就是借钱来维持运营 在此次疫情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现象 大量发生在传统行业中 虽然这些不得已的举措 往往会增加公司的风险 但一旦这些公司能够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在困难时期甩掉的包袱 以及增加的杠杆 就会在复苏时大幅增加自己的发展速度 而这样的发展速度 是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所没有的 第三 由于美元属于一种避险资产 因此在经济衰退时 美元通常会增值 同理在经济复苏时 美元也通常会贬值 从过去一年的美元指数走势来看 我们也很明显地能够看到这样的走势 对于不断走弱的美元 以及不断增强的通胀压力 持有固定资产 是最好的对冲风险的方式 而传统行业中的价值股 往往都是重资产行业 比如我之前多次举例的麦当劳 它就是有大量的资产 落在了房地产上 像这样重资产的传统行业公司 会在未来一年中占到很大优势 以上三点都是外界环境 对于价值股的利好 也是经济复苏时的普遍情况 然而仅凭以上这几点 美头君不至于说 价值股将迎来爆发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 目前价值股不仅有诸多外界环境 带来的利好 在紫善发展上 也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阶段 上面说到过 在过去十年中 成长股的表现 在不断与价值股的表现 差距拉大 在2020年达到了巅峰 根据去年年底 布隆伯给出的一项数据显示 现在的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差距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发生的概率不到0.1% 换句话说 就是成长股与价值股的表现差距 几乎肯定会回归 上文美头君在给大家展示 长期历史表现时分析过 价值股的长期表现 力压成长股 是一个经过无数次的周期轮回后 已经验证过的大概率时间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成长股与价值股的表现 就是此消彼长 通常都是通过成长股的泡沫破裂 或者是股市中资金的横向转移 所实现的 我并不认为 这次以科技股为首的成长股 是明显的泡沫 但是在经历了2020年 如此快速的增长后 2021年成长股的增速 大概率会放缓 甚至有可能会回调 另一方面 在如今很多人 都在担心股市太高时 依旧有大量优质的价值股 处在合理的价格区间内 甚至有些股价仍在低谷 可以说 目前价值股的下探空间 已经不多了 但是上涨的潜力却很大 作为投资标的 价值股目前的收益风险比 非常高 是能够让我们带着微笑入眠的股票 相反 成长股由于过去涨得太快 透支了太多 未来上涨的潜力 此时收益风险比 已经很低 价值股资深的潜力 加上上文提到的 外界的诸多利好 共同促使了它 非常有可能 在2021年迎来爆发 市场上的资金是聪明的 我相信很快 我们就能看到市场上 出现一波大面积的 资产配置转移 从成长股向价值股的转移 当然 价值股面前也不是一片坦途 在未来的一年内 如果疫情的恢复情况不如预期 那么影响更大的 依旧是价值股 这就意味着 疫苗的分发进程 各国的疫情管制措施 都会牵动价值股的走势 但如果你把眼光放长远 会发现 疫情终会过去 价值股的利好 也终会被实现 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 以及过程的颠簸程度罢了 另外 虽然价值股 未来会大概率面临利好 但并非所有的价值股 都是好的投资 我们要小心 Value Trap 价值陷阱 一个比较典型的坑是 Defensive Stocks 防御型股票 多数防御型股票 都能够被称为是价值股 然而在此次经济复苏中 防御型股票 并不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比较典型的公司有 烟草公司 或者房地产信托基金 我在之前视频中 讲过为什么这些行业 很难吃到复苏利好 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我们寻找好的价值股时 应该遵循以下两点 第一 它的基本面要足够健康 他们也许裁了原 也许借了更多的钱 但如果你看懂了 我上文的分析就会了解 这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 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保持运营 并且有能力还债 比如我在之前一期 经济复苏股 真的能复苏吗 的视频中 介绍过的 美国航空和嘉年华邮轮 他们都是疫情中 受冲击最严重的 价值股之一 美航通过政府援助 和打规模的裁员 暂时听过了难关 但嘉年华 则是靠卖邮轮来输血 这就是典型的 基本面受损的公司 虽然二者 换钱能力相同 股价表现也类似 但如果疫情恢复 股价开始复苏 美国航空 显然会是更好的投资标的 第二 它必须有足够令人兴奋的增长点 像上文提到的 烟草公司 就是个反例 虽然它是价值股 也能吃到些许 资产配置转移的福利 但它没有令人兴奋的增长点 所以不够好 我在去年年末出的系列视频 2021年 我最看好的十只股票中 就介绍过多只 既能吃到价值股整体福利 也有自己独特的增长点的价值股 强烈建议还没有看过的看官 去补习一下 这里就不足以介绍了 照着以上这两个思路 去寻找价值股中的机会 你就能在2021年的投资布局中 占到优势 在定位具体的股票时 美头军给各位看官 提供一个比较适合新手的思路 那就是先去定位行业和板块 比如我个人 在2021年的传统行业中 最看好的是金融板块 其次是工业 以及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 那么我就会从这些板块中 去寻找我相对熟悉的名字 从这些公司开始入手 另一方面 我会看2021年的大趋势 比如我在上期视频中提到过的 报复性消费 新能源基建等 如果这些公司 刚好又能乘上趋势的车 且基本面良好 那么它很可能会是不错的投资标的 比如之前介绍过的Eton 就是典型的基本面良好 且能够吃到新能源和基建 双重福利的价值股 对于懒得花时间去研究个股的看官 一个不错的方法是 去投资价值股ETF 美头军个人比较看好 VTV这个ETF 我们看到 VTV最大的持仓行业为 Financials金融业 这正是我在2021年最看好的行业 没有之一 此外工业板块和消费者板块 也是我在2021年非常看好的板块 医疗板块比较特殊 其中一些公司我非常看好 比如VTV的第二打持仓 Johnson Johnson 原因我在之前最看好的十只股票 那期视频中讲过 不过拜登的医保方案 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医疗行业的发展 但是医疗行业整体的估值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低过 未来的上涨空间依旧很大 我相信说到这 很多看官依旧不会买价值股的账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 我相信美头军的观众中 大部分人在此之前 都没有真正经历过 经济复苏式的股市 因而如果说价值股的表现 会超过成长股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不过我认为 如果你想要在股市中 长期持续赚钱 就得做好时刻调整你的投资策略的准备 股市中赚大钱的人 往往就是那些 能够做出颠覆你认知事情的人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 虽说价值股的机会即将来临 但美头军也并不建议大家 做清仓成长股 转头价值股的事 咱们可以提前布局 但绝不能压保一边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市场什么时候会做出反应 资产分散化 也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我个人会逐步增加我价值股的持仓比例 目标比例为50% 因为我也不想放弃成长股当下 所经历的这波红利 而当市场上的资金 开始出现明显的转移时 我会继续增加价值股的比例 目标我会视当时的情况而定 到时我也会做视频 与大家及时沟通的 我已将上文提到的 之前几期重要的视频 放在了右上角卡片 以及视频下方简介中 欢迎大家回看 下一期视频 美头君将继续介绍2021年布局系列 我会给大家预测 2021年你可能会面对哪些市场风险 你该如何应对 敬请期待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